幸福好时光 我们今天访问一位作者 他非常非常有趣 他真的不是学这个的 他是一个剧场管理的专家 但是呢 他今天要来跟我们讲的是 成功都根 相信你对他的故事 会感到非常有兴趣 那他在城邦印书馆 出了一本叫做成功都根的书 讲的是什么 他不是建商 他讲的是他自己都根的经验 余福华先生您好 淡如好 然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你真的很有趣 你的戏剧写了很多本书 叫做南戏论籍 玉民堂四孟 戏剧危机研究 剧场管理论籍 剧场安全 所以你的一辈子都是在剧场 做这个等于是环境管理 而且在研究其中的理论 对不对 对对对 因为我一直在国家两厅院工作 工作了35年 而且你也有去教书 对对对 我在文化大学的中国戏剧系 还有大众传播系 也有教授这个课程 结果他现在呢 写了一本书 叫做成功都根 是你的都根的过程 我们就来讲这个故事好了 你都根也花了 14年 这是哎呦我的妈呀 也就从几岁到几岁 我大概50几岁吧 现在已经68岁了 那大概就是比我年轻的时候就开始都根了 对不对 而且其实这也是没有想到的 只是因为你住的地方 随着你的年纪变老了嘛 对不对 然后大家年纪变大之后就觉得本来是旧公寓对不对 对对对 电梯 没有电梯 就觉得超级不方便 是 要追垃圾车也是很辛苦的 对 所以呢 其实我现在还是住在老公寓里面呢 所以他就要都根 但是没有想到 其实我想请问你 你本来觉得都根多久 你就可以把他根完 我觉得大概 那时候想来五年就可以 是不是 结果多花了九年 所以请他来谈亲身的经验 那因为大部分我们听的都是建商谈 很少是当事人自己聊 来你的那个物件现在在哪里 我的 我是根育建案 他是根新公司的一个 独根的建案 因为建设公司老板是我的学弟 我认识他 那我们是在那个捷运东门站 然后他就是 什么路你告诉你 七号出口 七号出口就是连云街 然后在连云街 走三十公尺就可以看到 我跟你讲 就是在永康街附近那个地方 这样那个全台湾的人都可以知道 也就是那个地点相当不错 所以如果往前推 大概是 大概 2008 09年就开始筹备 对不对 等于是 那时候是民国 大概是99年就开始了 那可能不止你刚刚讲的14年 对对对 民国99年 对了14年 因为我常常西元跟那个民国 现在我已经搞不清楚 好就是14年的期间 那那个房子在要进入都更时是几岁啊 那时候已经45岁了 那这房子你是怎么样买的呢 因为我在国家两天上班 所以我就想 住近一点 对要住近一点 因为工作的时间非常长 到节目结束 所以我就在 在这个 那个附近找 那 因为我在之前 我就住在杭州南路的 一个巷子里面 那也很近啊 对也很近 对 那我就 那个房子就比较小 只有19坪 所以我就希望换大一点的 一个公寓 有了小孩了吗 对不对 因为刚好小孩从台南成功大学回台北 所以就觉得比较小 所以我们就找一个 原来是小孩已经大学毕业了 那连云街这边有几坪啊 连云街这边有38坪 好那38坪 可是你买的时候 它已经是个老房子 对对对 那住了到99年的时候 就住了大概已经10 就是我买了99年之后 大概住了10年之后才开始 就是菜房子的时候是100 你20几岁时候住他啦 对不对 然后40 我是说他20几岁的时候 你住他 对不对 然后住了十几年 也是这样吗 对我大概也是住了十几年 我们要先了解一下历史 所以就是接手的时候 已经是一个中古屋 年纪也蛮大的 但是20几年跟40几年还是有区别 很多的管线会出很大的问题 那个地点还好 是一个黄金地段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余富华 其实我后来发现 工作影响你的财富 为什么呢 比如说你在两厅院工作 你就只好住在杭州南路连云街 尤其你工作到很晚 你不太可能住什么 新店啊北投啊 对不对 所以我后来就发现 大家都会买在工作附近 比如说你附近常常也是 连云街有很多公务人员 对不对 有的是什么中华店啊 对不对 有的人可能在顶台风上班 结果他们因为工作就买在那里 所以后来呢 那里的地方也变成了一笔 当你退休之后很大的财富 所以我说你选的工作肯定影响你的财富 对不对 所以很幸运的在连云街 那开始要都更的时候 是因为体会到老公寓的什么样的问题 没有 那个时候刚好就是政府一直 台北市政府那时候好龙斌当市长 他就一直在推这个都更 而且他那时候一直在讲说是 旧公寓一瓶换一瓶 所以他那时候在 而且不用付钱对不对 刚开始有这个想象 对对对对 那我去他刚好在成功中学那时候做这个宣导 那我去听那时候满满的人 然后我就听得很兴奋 幸福好时光 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位 他是剧场学的老师 但今天他写的成功都更 就是他的房子去都更的故事 我刚刚以问发现说 他这么辛苦 本来以为他已经住进去了 结果还没 已经都更完了 对对对 已经快完成 因为刚好我们这个遇到的就是疫情 还有恶物战争 因为疫情呢 恶物战争也跟都更有关 有有有有有 疫情的时候根本就是完全找不到工人 对对对对然后还有一段时间是工人都 几乎都跑到南部去了 因为那时候要一些电子厂盖 盖厂所以那时候就是高薪都请到南部去了 所以完全找不到工人 其实现在也不太找得到砖潢公园 对对对对然后恶物战争的就是又把 因为我们整个建筑的外观就是非常特别 就是用了很多的金属的材料 是然后金属材料 他就拿去做炮弹啊 那炮弹就所有一下子这个 你讲的我觉得关系好远的 但是这是真的啊 真的是这是真的 所以金属就变贵了 对对对对 你找不到 对营造公司他就他没有办法施工 因为他要从这些他还有很多的跟金属公司合作 然后他的成本一提升之后 他说他没有办法施工 施工他就就就就就亏钱 对所以就我们祝福大家都一起协商 看怎么去解决这样的事情 所以最后还是用贴补这工程费的方式 对这样他可以继续施工 可是其实我知道你这样讲的好像很轻松 对不对 比如说人家叫我贴补 我一个人说OKOK 可是问题是你们有多少户啊 对不对 不是每个人的经济状况不一样啊 你们后来又因为这些变故又多 补一户又差不多多贴了 因为不太准 因为每个评数不太一样 就是差不多整个工程款追加了多少 我们当初签合约的时候 跟营造公司签十八万 对那应该我觉得结束的时候 大概应该要到二十五万 你讲的是一瓶吗 一瓶一瓶一瓶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过程里面真的 我觉得营造公司也很帮忙 然后帮我们这个负责督根 这个督根公司也非常的帮忙 才有办法去解决这样的困难的问题 其实从你这句话 我大概就可以推照 其实房价要真的要跌不易 为什么建筑成本就这么贵 那外线是很多的 比如说我住在宜蘭好了 当时我们以前那一棕股屋 因为是造价的问题 一瓶十万块的公寓到处都是 可是现在新的一定要三十几万 为什么 因为造价就是超过二十以上啊 对不对 也不是最顶级的哟 对啊就是我以前也是觉得房价为什么会那么贵 现在知道 我现在自己都跟我现在都参与所有的过程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房价那么贵 对啊你看光我们的土地成本 我们就一瓶他就要三百万的土地成本 对你们现在连云街 你买的时候大概没有那么多吧 没有没有我那时候四十万左右买 你那时候买的时候是三十八瓶 一瓶四十万 对对对 对不对 那现在你说的是土地三百万 还是用建品来算一瓶就要三百 我算的是土地 土地就是三百万 没错连云街也没那么贵 但是现在连云街如果你买新的一瓶 也要一百五以上吧 还是更贵 详细价格我不知道 应该是有这个价格 因为我很了解大概一百出头已经买不到了 很可怕 好那么这就是台北居大不易 那还好他做对的工作 所以房子买在国家戏剧院的旁边 那中间的那十四年 除了你刚刚讲的恶物战争 那是最近期的追加 前面光统整住户遇到什么困难呢 你可以讲故事 我们大概前面整合大概就花了五年的时间 那因为这个都根呢 就是他市政府是希望能够做一个接口的都根 所以市政府有找我们去开会 就是我们在附近的这些乡邻的这些旧公寓 然后去开会 那开会完了以后 那我们就回来 就是每个公寓呢 我们都有一个有一个代表 就等于是我们组了一个都根小组 所以不止你们这公寓 就附近的公寓一起跟 但这有政府的力量 所以基本上还快了一点点 对不对 对可是政府他没有办法让我们去做 他整合他只能开一次会 就让你们自己去整合 要整合成功以后 再向政府去申请他的这个整个执行的计划 而且政府是不可相信的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民选过几年就换一个 那换一个他后来的策略可能不一样 前面的人的承诺他未必要答应 对吧 对因为刚刚就谈到这个一品换一品的问题 这个其实是每一个住在旧公寓住户 希望达到的 可是实际上呢 可能很多人都达不到 怎么说呢 因为他这个你居住的这个地点 居住的地点还有你的楼层 他的怎么建壁容器 不是都有补助 补助到你可以一瓶换一瓶 最重要就是说你的土地的池分要大 你如果土地池分不大的话 基本上都像我都没有室内换一瓶换一瓶 而且是我自己出所有的这些新建的这些经费 我都没有达到 我现在室内只有32瓶 对我原来室内38瓶 所以还没有达到 而且我想要问一个问题 也就是都庚之后大家比较难接受 以前老公寓的38瓶 因为虚瓶是台湾 我觉得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老公寓的38瓶的话 可能像我家也是40年老公寓 大概是他的公社顶多20% 可是你现在的32瓶 是不是也要割掉公社的30几%呢 对不对 那你现在也剩下只有大概20瓶 没有没有 我是总瓶数是52瓶 不要吓我 你到底是算的是总瓶数还是 总瓶数52瓶 室内的瓶数 室内是现在剩32 那本来的38是什么 本来是室内38 对对 总瓶数是多少 也是52 没有旧公寓就是38瓶 所以你38换了52 还不止一瓶换一瓶 但是里面其实比以前小 对比以前小 而且那个25万 25万新建成本 等于后来都是你付的 对不对 我那样每一家都付得起 这才是个问题 但是不是万一付不起 有贷款吗 对对对 还好现在贷款率比我们年轻的时候低 那么这个25万 所以还要再乘以52 你还花了一千多万 对对对 哎呦 那万一没钱怎么办 里面有一户没钱就不用都根了 不过这个还有就是 因为我们对这些 都根的这些专业的知识法令不够了解 好中间有一个比较长的广告 谢谢你耐心的回来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一位剧场管理的老师 他是一个教授于富华 但讲的却是他家14年都根的故事 总而言之 现在如果用室内看 就是本来有38瓶 现在大概就剩下32瓶 但总瓶数是52瓶 还好台湾的房子价格是算总瓶数 那我现在发现你的财富都在这里 如果一瓶算160万 我不要算太多 等盖好之后 然后乘以52瓶 哇你这财产 这个辛苦还算是滑得来 这样有超过8千万 对吧 希望是这样子 没想到你书写完了 竟然还没有装潢好 就快落成而已的 好那你说我们有误解 是什么样的误解呢 你简单讲几个 就你的人 你在都更14年中 遇到的误解是什么 对刚刚就讲到这个 一瓶换一瓶 然后其实我们住户很多 都是不了解的 所以我后来我就 经过朋友的介绍 然后我就找到了一位顾问 我们的黄瑜者黄顾问 然后他非常的专业 然后他就把我们 这个住户很多的疑问 就逐步的去解决 然后化解这些 才有办法去 让这个都更可以成功 对因为 讲一个最大的疑问 刷新你们的三观的疑问 我觉得都跟你们 非常困难的一点 就是在权力变换的时候 那权力变换的时候呢 他会请三家的这个 估价公司 然后去估你的房子 权力变换是指 我刚刚说的 民选市长又换了一个吗 不是不是不是 他是一个都更里面的 专有的名词 叫做权力变换 权力变换 对对对对 谁的权力被变换 就是我的旧公寓怎么去变换成西方 那个叫做权力变换 对对对对 然后呢找了三家估价公司 找了三家估价公司 然后他就估你的房子 就多少钱多少钱这样 可是因为每个人其实都认为自己的房子最好 对最好 然后比如说像我家 因为我住四楼 结果因为我的房子 因为我买的时候 我还有把它装潢过 请问你总共几楼 五层楼 所以 对 然后他就说 我是所有这栋公寓里面 我房价我是最低的 我的全值是最低的 我就非常非常不服气 我说他怎么说 因为你是四楼对吧 四楼对 他说是 他说 你们家花的装潢钱 是不算的 对啊 我们摆房子的时候都跟他讲说 没你听到啊 因为在他们的这个 这个就是算全值比的时候 他们的法令规定说 这个是不算的 我真的很难接受 我都想说 那我还都督根干嘛 就是觉得很不公平 因为其实很多的都根的专家都在讲说 都根其实是在督人性 人性 就是说人都要求一个公平嘛 那为什么我 后来怎么解决 你们头一扭说 我不跟了 我内心有这样的一个纠结过 其实因为我觉得跟我学戏剧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戏剧都一直在讲说要合作 对因为他是一个没有合作是没有办法去完成一件事情的 像我太太是学音乐 她自己在家里努力拉琴就好 可是我演戏的话我要跟其他的演员去做配合 而且你是剧场管理啊 更是一个协作的关系 对不对 我那时候就想到我在演戏的时候 那时候演一个就是一个强盗帮的这个帮主 然后他又就是决心就是要改过 改过是要摔一个碗 那段戏是这样 你讲的是你大学时候 大学的时候 对对对对 我就想到那个事情 因为你后来没演戏啊 好请说摔个碗怎么样 对那然后我就关老爷在上 今天如果违背誓言就像这只碗一样 我就摔下去 结果我们同学准备了一个塑胶碗 塑胶碗在地上一直滚一直滚 然后所有观众都在笑 这也很好笑啊 对非常好笑 然后 今天是余富华老师 他是一个戏剧管理的老师 那他才讲的是他家的成功都根 我说真的我把这本书看完 那我也推荐你去找这本书 是因为你可以看见都根的种种问题 还有每一个想都根的误区 甚至还他也把法律做一些很简单的解释 容积率或什么一些细节 不过我看完之后我就知道都根真的不容易 我的想象的蓝图好累啊 所以很多仲介在告诉你说 这个以后会都根啊 那你就看看有没有命等 我现在都跟人家讲说我可能没命等哦 那么来刚刚讲到那个戏剧的瓷碗 就换了瓷碗 对你看瓷碗这样 整个在打下去的时候 整个碎裂在舞台上面 那个震撼的效果 就是观众压缺无尘 那个整个戏剧效果就出来了 所以你这个四楼是要像瓷碗一样牺牲吗 不是 我是说就是要大家都有 又要有一个共识 咬牙的决心 要把它摔碎 才能够重建 对对对对 那你牺牲 四楼牲牲的是 你家本来有比较美好的装潢 对不对 那就变成零嘛 那五楼牲牲的是什么 五楼顶家 顶家本来是一瓶当两瓶在用啊 所以他也很委屈啊 对对 然后我们一楼是店面啊 店面也很委屈啊 他也变小啦 对对 所以像这样的公寓 基本上是应该不会读根成功的 但是我们就成功了 所以每个人都在牺牲嘛 对不对 我那听起来买二楼三楼挺好 对不对 最重要的就是大家要有一个团结 跟信任的这个概念 对对 我在书里面特别还写到 就是说我们读根 其实就是大家去捧了一个非常贵重的琉璃 你这个琉璃摔在地上什么都没有了 对对对 所以真的就是在这边特别呼吁所有要渡根的这些住户 真的一定要团结跟信任才有办法去成功 那余先生也就你说你现在68岁对不对 你开始办理渡根的事都是50几岁 就正准备就是将来快要退休 所以需要有电梯的时候 你中间有没有一阵子在想说我又等下都没命 有没有这种感觉 而且我相信14年间有一些人真的是没有等到 对对对真的是 其实就是有很多的挫折 在那个挫折过程里面其实都想停下来 那另外一个挫折是什么 主要是你必须要牺牲嘛 对你被估价最低 好你咬牙刃了 那另外的挫折就是差一点进行不下去的问题在哪里 我个人觉得就是还有那个法令的问题 这个法令然后进到市政府那个程序 然后是我想可能是两年或者三年就可以结束 可是我们的案子做了五年两个月 所以光法令就是大家在那里等等等等的时候就花了五年了 五年对而且我们是所有住户都同意的 是168的专案我就说怎么会 你又换人了呀 应该也不是法令 因为是郝隆斌那时候开始后来换人了 其实他就一直在做修正 其实现在的法令比我们那时候更好 就一修正然后又打回来 大家又再来一次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就是你这样很麻烦 因为你会遇到某一些人 老人家又遇到继承 下面那个不同意的你要怎样 对不对 这些都要去解决这些 好所以后来你说还好遇到贵人 我后来知道你的贵人是谁 就是那个建设公司老板 他本身他家也在那里 所以他自己也可能咬了牙也在牺牲 对不对 就为了要把自己的老家盖好 对因为我们这里面 我们的贵人真的是 第一个是我们的邻居 我们邻居非常团结合作 大家都在牺牲 第二个是我们的顾问 然后他帮我们解决了很多的问题 然后再过来就是 这个都根公司 这个黄章伟董事长 真的帮了我们很多的忙 然后还有我们的营造公司 张千渺总经理 也帮了我们很多的忙 可是现在无论如何 可是营造公司也曾经就是 我反正一直就在赔钱了啊 因为你做工程太久了 我的物料本来的估价在涨价 我做不下去了 对不对 也还是要住户出来 把这个建筑的费用全部补足啊 而且比你想象中高很多 现在各位不要黑白装潢 这是我个人的劝告 因为我看过有些朋友啊 就宣布装个三十坪的房子 因为他想象中比较完美 本来只打算花三百万 已经算很多了吧 因为三十坪里面并没有一定有三十坪 有的很小 结果他花了六百万 所以我后来觉得完美主义者 一定会在房子上面吃大亏 将来你如果要卖别人的话 大家一定会啦 会加一点点价值 但是他一定不会把它算在孤家里面 他比较喜欢买你有装潢的房子 可是你要跟他说 我当时花了多少钱 你别想人家会给你 是不是 那么一般的都更 就是失败的原因 你在你的书里面有详细的归纳 你可不可以讲几个 当然就是一楼是 如果是店面的话 那个困难度是会非常高的 然后还有再过来就是 五楼有顶家 不愿意同意 对 然后再过来就是 住户里面就是 有人要多更 有人不多更 然后在里面就是会吵架 因为要出钱嘛 你如果都补住就都同意啊 对 可是就是因为这个我们是自主都更 那有的时候是跟建商 其实大部分的都更案都是跟建商做合作 对那建商他就是分这个比例 对那分这个比例的时候 因为住户对这些都更法令都不了解 都会觉得说建商都在骗他 对 就变成对立状况 对就变成一个对立状况 可是建商如果没有利润 没有两成以上利润 他们也不可能做 因为你没有算计人家的运营成本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双方不信任的话就这个事情就很难很难谈得下去 对然后很多然后比如说年纪大的人他也他也不愿意不愿意去都 而且台湾曾经遇到那个就是用各种理由啦看起来好像是社会正义 可是是去索取巨额补偿的这些人对不对 因为其实有很多人都会买旧房子然后就等都更 然后我要的一定比别人多对对对对对那你没有我不行对对对 那你们比较容易吸收是你们真的都更之后要住在里面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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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些人本来就是投资客嘛对不对嗯好所以呢呃你都更成功之后你对你的新家有什么期待 诶你家现在其实不错诶虽然你出了一千多万可是你家已经变成八千万 我很熟悉的在算钱那本来那个大概我认为老房子可能八九十万 对对对对对对大概八十万一平对那么老的房子然后四十年房子本来大概也只有八十三千多万 嗯那付了一千多万诶那就变八千万我觉得还好嗯嗯 哈哈哈这是一个财富增加的方法对对对我所以我特别在书名上面就写说 打造美丽安全资产倍增的一个新家的故事所以真的是资产倍增 我觉得如果是都更成功的话就是十四年的时间的确是久了一些 而且很多就是如果真的年纪再大一点他就是不愿意悄悄打打动土或搬出去 嗯嗯嗯那你中间搬出去多久啊因为在都更啊对啊就搬出去四年啊 啊搬出去四年住哪里啊我就还是住在两庭院的旁边租房子 对租房子那这四十年的那个租金是谁付的 我们自己付对自主都更啊对啊哇付了四年这样付多少钱我要把你算金成本呢对不对四万块 啊没有没有没有我们两万五一个月的 所以你看看这整个成本非常大其实我希望都更有新的办法出现不然我们的市容真的越来越老 谢谢余富华先生 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 I like radio